沒有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人對上馬力人 那比賽是Head對上Nikon Nikon打的遊戲的場數很多 而且都打蠻精彩的 我們來看一下文明吧 藍色是選擇了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最大的特色 有這個傭兵可以使用 再來就是他這個熱奈亞奴手 可以Hunter遊俠 馬舊單位都可以 那義大利人呢 他除此之外 他還可以打這個奇兵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他有三攻三反 品種跑速什麼都有 但是沒有遊俠 相對來說可惜了一點 但肉麻來說 還是相對來說 比較好用一些些的 那義大利人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本身 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所以可以說是 你要去練經濟爆的話 義大利人跟波斯 這兩個是我蠻推薦去選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玩經濟很好的文明的話 那我就選的圍巾是更好一些的 那義大利人的話 是我以前 比較常練的一個文明 是 怎麼說呢 弓兵騎兵步兵 都是可以玩到的一個文明 整體而言 練起來的範圍 不會只會只有 你單純練馬 跟弓兵的一個問題 人步兵都可以玩得到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瑪麗人 瑪麗人的話 在下次改版 被nerf了一些些 黃金持續的時間 減少了15% 現在是30% 所以這個金礦 每一礦挖起來 這個5600 至少可以挖到大概 8000吧 30%大概快要到8000 應該是有到8000 那瑪麗人呢 他的後期 這個彪悍精神 是非常強大的 連這個肉馬 都可以吃到這個攻擊力 彪悍精神是加5攻 非常多的攻擊力 這是怎樣 這要開稿是不是 哇這個是要來一個封箭 塔公公了嗎 這個四隻出去喔 就是要來打塔公的意思了 好 那瑪麗人呢 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標和騎兵喔 本身有駱駝也可以打 但是比較可惜 沒有遊俠 呃 還有這個飛刀女獵手 可以打 但飛刀女獵手 比較針對步兵的部分 但是義大利人的步兵 是傭兵 傭兵跑速又快 基本上飛刀女獵手 有償不到太多甜頭 所以我覺得瑪麗人到後期 只能打騎兵來說是比較危險一點點喔 好那這邊直接走過來 要來開稿了嗎 這邊要先補均勻嗎 喔補均勻 結果均勻補在旁邊而已喔 兩邊幾乎同時下均勻 好這很尷尬喔 這個馬上就看到 隔壁加均勻在隔壁了 那這邊 你看我這邊有村民的優勢喔 看要不要趕快去圍一下這邊的 均勻的木牆 但這邊其實村民也是蠻多的 也沒到有死啦 大概55開 好這邊決定要開稿啦 先圍這一村 把他逼進去 好逼對手直接 進敲 想要阻止這個均勻蓋好 但這個木門快被打破了喔 有點危險 趕快回頭把這個木門打破 木門木門木門 木門血量在50滴 哇這個村民 看起來完蛋了 哇直接被偷了一村 得尷尬 後面馬上補下了射箭堂 旁邊出來擋一下 這邊按長槍兵補按棒棒喔 通常就是要來打這個工兵喔 然後來省下黃金喔 不然這個時候通常會拿一隻棒棒出來反擊一下的 這邊先補下了毛兵 工兵沒有先點 這邊可能會先補一個兵工場 點這個一級射喔 也是有可能的 現在兩邊都沒有歐行進的情況喔 這50斤拿去點一級射喔 點一下這個戰毛的 毛兵通擊儀喔 還算不錯的 嗯 雖然打村民還是1D喔 這個是細節 雖然生衣工 打村民還是1D 但是 打對方毛兵喔 跟長槍兵有這個射程優勢喔 比較拿到 容易拿到優勢喔 奇怪這一補雙射箭場 不補個馬就 哇 雙射箭場來了 呃 勢必喔 好待會要來挖黃金喔 呃 這邊 欸這邊還撞TC喔 這麼慘 好 十隻村民 加上 兩個人吃過 經濟其實有點慘 但我已經快無法治理了 現在看來是要毛兵大戰 好 那這四隻村民喔 可能趕快要補下經濟喔 或是這邊直接插一根劍塔 開始深插然後挖石頭 也可以 這邊插一根劍塔蠻賺的喔 這邊可以考慮連環塔 這裡下一根 這裡可能下個一根 然後這裡再下個一根 再慢慢插進來 會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這邊硬插的話很容易插失敗喔 那如果是到後面偷插的話就沒問題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偷插的部分 偷插比較 比較刺激喔 對方完全不會感應到 欸!這邊是看到村民過來 然後先插一個電塔嗎 看起來是喔 看上視野喔 這個視野感覺看起來蠻有趣的 喔原來這邊是有視野的 所以這邊偷插是失敗的啊 這邊是不是有點那個瞭望技術啊 好像是有的 不知道這個視野怎麼看起來這麼亮 真的有看到欸 所以這裡不算偷插 插在你臉上了 插臉 真大膽 啊村民沒有直接反擊啊 現在不敢 這邊反擊的話可能會被後面見塔似喔 所以沒有用村民去直接擋 好 尼虹一開始就打得這麼激進 其實有點微妙喔 今天通常這樣四村派出去喔 經濟一定會比對手差 很容易打輸喔 因為這四村一直在旁邊走來走去 沒有在採集資源喔 自己的經濟就會很差 非常的爛 你也沒去抽挖他的黃金 然後這根劍塔 投資的位置也不好 很快就被解掉了 如果是連環塔挖石頭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點 但是這個 造的時間點太慢了 你可能插到下面的時候 最好也快點到城堡時代的果子也快吃完了 所以我剛剛的這個連環塔 其實也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喔 好 這邊村民要先偷拿嗎 欸沒有喔 不是的話我就想要偷點這個村民喔 能半血啊 這裡毛病這麼多 頭個兩發 可能有機會拿下來 再一發 一趕 回家 好 點下一集伐木 這邊經濟還是有顧的 村民走著走著又回來 沒有繼續要回家的意思 這個 這個怪怪的 真的很想搞 好村民直接過來 拿個懸套幫忙輸出 十五隻毛病 看什麼 好黑德這邊轉出了 赤猴 好兩隻赤猴上前 回頭打一下赤猴 赤猴 赤猴血量直接來到一半 這個毛病不管有沒有聲音 打這個赤猴也都是一粒 OK村民要來幫忙打一下奇兵嗎 趕快回家了吧 你身上一堆肉 補一下經濟不好嗎 這個補什麼 冰工廠 笑死 知道你在幹嘛 好 現在兩邊都沒有一級射 毛兵大戰 毛兵幾射應該是要補下 一級射補下之後馬上開始挖了黃金 很難得看到高手打這個封墊大戰喔 很久沒看到了 而且還是這個前置軍營跟射箭牆大戰 好大量的騎刺猴加上毛兵 直接到了瑪莉家裡 進行一波的前壓 農田灑得太好 這時候應該要往後灑才對 這個位置相對來說遠了一點 有點危險 現在所有的軍事建築都在前方 現在要回補軍力也是有點困難 這邊可能會先按刺猴 果然 這裡有個馬就在家裡 補兵來說比較好一點 而且現在也是可以counter到對手的毛兵 算數量上來說現在是穩酥的 刺猴的部分 那瑪莉這邊也是努力 爆出了這些經濟 讓自己經濟不太差 那義大利人這邊農田數量其實已經足夠 升到城堡Style 那這邊還是繼續選擇出刺猴 所以我覺得蠻關鍵的 那我覺得義大利人這邊可以再打得更好一點 就是這邊出到七到八隻刺猴之後 馬上點一下瓶走 那這個就會真的非常難搞 這邊回頭想要再打一下 這邊一直被毛兵換一下血量 小虧啊 好這邊有三隻刺猴來了 這邊點一防不太確定是為什麼 點一防是為了擋對方刺猴傷害喔 看起來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 我覺得點瓶種大於一防喔 這個時候 OK 哇這邊兩邊單位被交換得非常慘 這邊由於是瑪莉的家裡喔 補兵速度非常快速 刺猴直接補了過來 收掉了所有的單位 nice 哇 尼控這邊反擊打得非常漂亮喔 盆布收光了 好 下方這邊補下了士忌 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 我跟他打封建了 但是尼控雖然打贏這場喔 但自己經濟也損失非常慘 這邊再打個一波 尺寶被換掉 至少那一波單又解掉了 這邊可以專心挖金礦 這裡有補士忌喔 待會還是可以做一波買賣 趕快上城堡 好 義大利人果然優先上到了城堡時代 那瑪莉喔 確實經濟超級慘喔 到現在還沒辦法點一下城堡時代 大概會拖個一分多鐘吧 半一分多鐘放城堡時代是有可能的 這邊尼控就不能再繼續按刺猴了 這邊果然用買賣一波 買了400肉 把金礦繼續挖 我的金礦可以挖很久 挖一點也沒關係 買賣一波也OK的 好 兩邊都上城堡時代 我們先加速一下 果然還是點下的品種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義大利人 點一下輕騎兵跟耕種技術啦 那待會二級木二級農也會馬上補下來比較好 但他現在不點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要趕快爆騎士喔 還有這個TC的數量 還有穩住農田 分明的這個問題 所以二級農二級木有一些高手們 他們不會馬上點 好他們先把這個肉量喔 投資在軍事上 先趕快 壓制對手 做一波騷擾 這比較好 這個輕騎兵直接 被戳爛 洪洋兵還是很給力 好 那馬力這邊也是轉下輕騎兵跟耕種技術喔 開始點下馬舊單位的科技喔 哇 這邊再戳一隻 好 那義大利人馬上不帶自己的主基農 補下了這個TC喔 防守來說好一些 好 那有一些騎士數量之後 馬上補下了二級木 二級農這邊也可以考慮點一下喔 其實這也不差 你看這邊已經在灑第二輪的農田了 這裡補二級農其實不虧的喔 剛好我們可以趕向第二片農田喔 那個肉量都是剩下死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馬上在這邊補一下二級農 我看Viper他玩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喔 他會去注意一下農田 是不是要遲到第二輪 如果是要遲到第二輪的時候 他就會馬上 斷兵 然後去點二級農 對他來說會更好一點 那確實喔 他這樣子做的話 Viper這樣打 他在打第二片農田之後 就會慢慢展出自己的優勢喔 就會慢慢展出自己的優勢喔 因為自己的農田可以吃更多一點 肉量更多 而且攜帶量更多一些喔 農民給的肉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細節喔 其他頂級玩家也可以做到的話 對他們的一些經濟發展會更好一點 但現在這邊很多農田 攻擊沒辦法耕種 發很多木頭 好3TC也補下 尼控這邊也是專心爆經濟 但是這邊比較尷尬的是 還沒有二級農 那這邊終於補下輪走喔 一打點這邊輪走很早就點了 好 那修導員也補下 準備要來撿生物囉 生物已經拿到了一個 那目前毛兵到處在站崗喔 想要去看看對手有沒有偷撿 自己先站好位置 但遇到一隻天空熊 這隻天空熊有點兇喔 狂狂追毛兵 好 刺猴中間 稍微巡弱一下 這邊還是用歧視喔 先拆對方的建築物喔 把這些有威脅性的建築物拆一拆 你看瑪麗這邊就損失了很多木頭 1765 175 這樣算起來至少損失了大約快400木 400多木了 快500木了 510木吧 算起來的話 瑪麗這一種終於補下二級木二級農 但這邊就還不錯 因為它的農田是偏玩灑的 這邊是灑第二次輪根錢喔 就補下重型農根 這還不錯啦 這個擬控經濟控管還蠻不錯的 意大利這邊就顯得細節沒有做到 但沒有做到也沒關係啦 它還是優勢的 畢竟它前期的經濟並沒有損失太多 聯工這邊經濟損失太多 這邊趕快要追經濟喔 會比較好 這邊駱駝 加上新騎兵 這隻吃... 欸這個村民是...不小心... 機...機...機...機接連車 色錯了吧 難道這是仇女嗎 我們派了一隻女村民過來 喝了送 好 3TC也補下 那第三個TC補得超...超級晚的 它這邊騎士按的有點多喔 然後就是為了解這些...單位喔 這不是單位喔 建築物 那這些...騎士沒有上前喔 也是有點顧慮對手瑪莉爾 和駱駝的問題 但其實這些數量喔 是可以擰壓對手的駱駝 但我們這裡沒有打一個強軍是有點尷尬 打的偏保守喔 我覺得這一波軍力應該是要直接往前壓喔 含...含這些僧侶的喔 直接往前壓會更好一點 比較能打出他的架子喔 反正你有僧侶 對方有落塑 你還是可以招搶給對方一些壓制喔 而且你現在軍事單位 明顯已經對方很多 但有一點是可能懼怕對方輕奇病吧 就是像這個畫面 所以剛剛第一時間喔 一直沒有出去 好這邊對手自滴兩隻輕奇 換掉了一隻老頭 好瑪莉這邊經濟直接起飛了很明顯 這邊可以直接點一下帝王斯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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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目前是88村 對場85村 村民處只相差3村 那義大利人2級農到現在還是沒有點 經濟差距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瑪莉這邊趕快買賣一波 點一下帝王斯帶 再等一下手推測喔 經濟可以直接反超 然後義大利人 我覺得這應該是問題不大 好這邊輕奇兵上高地 想要直接解僧侶 目前只砍到一隻僧侶 被換掉了三隻肉馬 兩隻肉馬而已 兩隻僧侶 這波打起來有點虧阿 並沒有很賺 不算 托托稍微過來 打下位 瑪莉把家裡 直接圍死 防守直接圍圍圍圍 這可能模擬程式阿 欸 防守來說打得還算不錯的喔 空間還是有稍微圍一下 好 兩邊都點下地龍實彈 那義大利人這邊是打一個二級射 可能會轉一些勒納弩手出來 有在按了 勒納弩手打對方騎兵就很好打 那瑪莉完全就是一個被counter的文明 現在打起來就很尷尬 那瑪莉其實打步兵也是可以的喔 瑪莉的步兵有遠防加成 每封建時代開始 每一個時代都會加一遠防 所以到了後期 他的劍勇 是非常坦的 跟哥德威隊一樣 遠防是8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遠防8 那最近我的喉嚨 感覺是有點小感冒 所以講話有點閉嘴閉嘴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累喔 最近有點睡眠不著 一天只睡五小時左右 工作真的是忙到一個不行 所以最近的播報可能會有點 顯得有點有氣無力喔 大家再多多包含一下 好 這邊義大利人補下這個巨盾 巨盾點一下之後 遠防之後又再更高一點 進遠防我記得多加一吧 而且傭兵也可以吃得到 所以義大利的喔 看到對方轉劍勇的話 自己也可以考慮要不要轉傭兵喔 但我覺得傭兵不太好 傭兵其實有點被劍勇Counter的 如果對方轉很多劍勇的話 自己就要思考了 要不要爆更多的這個飆悍精神奇兵出來擋 不然自己也轉劍勇也是可以的 但瑪麗的劍勇尷尬就是沒有三攻喔 沒有三攻跟對方有三攻的步兵打 很容易打輸的 所以最好就是自己轉一些騎士或是輕騎兵喔 用飆悍精神的傷害喔 去補一下這個傷害 打這個劍兵勇士喔 會好一些 這邊有點危險 可能要退一下 這邊任奈阿弩守直接壓制 後方的駱駝加信騎兵 再次騷擾TC附近的農田 這邊就有少量的單位喔 在防守 有點危險 城堡蓋這個位置 還可以喔 並沒有太差 中間的一個防守位 後面這邊爆出了非常多的軍營喔 想要來直接後路式軍營 非常的兇猛 中間直接想要唯一使用投射防守 然後後面應該會再補一個城堡喔 應該補這個位置喔 中間位置 或這個位置也有可能 畢竟這裡有金礦喔 城堡蓋這裡是可以的 但這邊騎士需要有點多 有點難產 好這邊挖野石的村民被抓包 趕快跑 金子平過來上前追卡 果然城堡補這個位置 建兵有四點下 部落領袖 來了 部落領袖點下之後 這個TC會自動射箭喔 TC當劍塔用 那下次改版之後 瑪莉的TC也是會自動射箭喔 但是箭矢數量更多了 我記得好像會到7到8隻吧 還蠻多的喔 但是TC的箭矢數有個問題喔 就是它的傷害並不高 不像城堡攻擊力有11加2的動物喔 所以箭矢數量變多算是好事喔 但打騎士來說 本來還是會相對偏洋一點 這邊有火炮出來了 也可以反制對方巨頭 那後方的劍兵勇士 已經到達了意大利加里 趕快補下城堡 要來守住中心TC的位置 但不是蓋這個位置 我覺得有點尷尬 這邊蓋城堡會更好一點喔 畢竟這個是自己的祖金喔 可能他也沒想太多 只想要一行守住 這邊射個一波 瑪莉的劍兵勇士 果然1加7遠方 刺蝟劍勇 這邊有點像的印刷技術 要來提升生理的遭翔距離 但對方清起兵出這麼多的時候 還要再打生理戰 有點微妙 那個印刷技術應該是要來 點這個救贖思想喔 來去點對方的巨頭 點對方的火炮 去招對方火炮來用 拿來打對方的騎士意義不大 是拿來招對方的火炮 好 那這邊城堡砍了有點久 雖然有高遠方 但是被激活還是很痛 果然點下了救贖思想 被城堡炮還是很痛 這位劍兵勇士 好 劍兵勇士2攻也好了 回頭砍個一波 原居這一族 但右邊又是城堡 這邊劍兵勇士有點尷尬 回頭打也不是 正面砍城堡也不對 回頭砍一下任娜盧守 我覺得這邊回頭打一下 這邊奴兵感覺不錯 但是要小心對方的這個點射 好 這一坨奴兵真的很難纏 你看金瑞任娜盧守 攻擊力有10 遠防有3 好 待會這邊 弓兵開始再補下 這邊這邊 我還是看錯了 這邊才這個 好這邊再補下 遠防變成5 5遠防 好這邊補下這個奴兵 奴子環 哇 不要打生女戰 神聖死小宗教狂樂 馬力打生女戰的優勢喔 就只有金礦用的比較久 火炮出來 但是直接被針對 火炮沒了 這邊火炮出來 直接打爆一台巨頭 但是也被換掉了 賀納亞盧守 要來硬扛了吧 但後面 城堡山還是很高 雖然馬力的步兵遠防很高 但是遇到勝敗還是沒轍 能撤退 中間有一波 劍兵勇士過來 整邊硬卡 這樣不夠多的熱納亞盧守 還是打不贏劍兵勇士的 那這邊馬力 要繼續打贏的話 劍兵勇士我覺得還是要繼續出喔 火炮還是要按 頭車盧炮可以考慮出一下 那義大利人這邊應對方式喔 就是轉火炮 然後按下更多的熱納亞盧守 去擋就差不多了 肉太多的話 就按一些清洗兵喔 我覺得不要按 傭兵比較好 傭兵這邊按的話 沒什麼太大優勢 好 那果然 熱納亞盧守還是非常好用的 把對方 馬力的 騎兵喔 完全封印住了 對面的飆悍精神 直接突然沒精神了 好 劍兵勇士應該會先砍巨頭吧 這邊直接砍 熱納亞盧守 我不確定是不是好事喔 先解巨頭 我覺得也比較賺 OK 解一台巨頭 可以再換一台嗎 敵兵過來 喲 拿下 不錯 那個有拿下之後 就會特別的好 左邊雖然可以稍微停止一下攻擊 這塊精的拿灰啊 對大獵人來說是相當好的一件事情 但還沒有完全解乾淨喔 還有三個菌 好 家裡城堡主精也守住 這塊精也快挖完了 也沒什麼問題 好 這個石頭也是繼續偷挖 那瑪莉這邊送掉這麼多的劍兵勇士之後 還是要繼續打劍兵勇士黨 這邊有五隻生女直接開招 二級色補下 難道 要轉戰毛兵嗎 戰毛點 義大利 好像可以嘛 這邊清洗兵過籃 但這邊還沒有補下飆悍精神喔 所以清洗兵不一定打得贏 而且人家是有大洛瑪升級的 OK 升級好大洛瑪 清洗兵打起來是輕輕鬆鬆 但對方有駱鎖 所以瑪莉這邊還是可以擋住這些清洗兵的攻勢 好 這邊這波潛壓 直接控到了瑪莉的野精 好 好 那義大利人現在的目標就很明確喔 直接繼續出熱奈爾弩守 加上大陸馬 好 三光趕快補下 肉全部出肉馬 然後 弓兵 一樣繼續出 繼續壓制對手的飄悍精神 然後自己再做些火炮巨頭 工程就可以了 哇 你看這個城堡血量5800滴 好 肉馬拆掉兩個巨頭 蠻賺的 遠距離輸出 但這裡有飛到女力的手 飛到女力的手 飛到女力的手 是想要來打 打什麼東西 這個是來送的吧 飛到女力的手很好解的 可能是想要來解這個 清洗兵吧 最近劍勇很難追上 飛到女力的手 跑得稍微快一點 但是遇到對方的 任奈爾弩手 就很容易被打掉 因為傷害太高 大方這一坨步兵 直接再過來燒了一鍋 旁邊村民宿 維持到120吋左右 這邊劍兵有事 一直多線騷擾 其實霓虹這邊打得很漂亮 一直瘋狂多線 好 這裡過完轉出火炮巨頭 該出的還是要出 那我覺得這樣長期打下去 瑪麗寧空這邊的目標 就是把對方打到斷金 自己就有機會 但事實上 黑頭這邊 黃金術還是非常多的 而且打對方的劍兵勇士 效果也並不賴 並沒有很差 雖然射一下只有兩滴 雖然夠多的話 還是可以做成 有效的反擊 義大利又有拇指環 打起來真的是蠻痛的 好 這邊就去多線 這邊野外灑農田 居然還被抓到 這個也是蠻蠻衰的 這一坨義大利 兵繼續不敢動 這波打得有點精彩 這點兵勇士 扛很久 但我覺得瑪麗還是要補下這個飆漢精神 補飆漢精神之後 用這個洛瑪進行到後方騷擾 雖然對方現在到處都是城堡 倒了起來可能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但我覺得現在也不是點 飆漢精神的時候 現在是正面快打不贏了 城堡趕快反擊一下 哇 這裡沒有手動去控 點對方生鋁跟 因為那亞龍手有點虧喔 趕快射掉生鋁 哇 你看這個熱耐啊 擋這個城堡傷害也是不錯的 這個巨盾科技有感 三房還沒有補 你終於發現你沒有點二級農耕是不是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經濟很慘 到處都是修耕的農田 這邊沒有二級農喔 吃 吃太快了 一級農 你要把他頂豬地龍時代的弱量 好 瑪莉這邊有點失敗了 這邊有點擋不太贏 直接打一個多線繼續騷擾 前期兵依舊沒有補下飆漢精神 包包來說有點差強人意 這邊很想努力賺金 這邊斷金的結果感覺是斷不下了 這裡的城堡也掉了 二級頭也是順利收掉 現在到處燒來燒去 這邊拉了幾隻串 想到後方偷蓋馬舊嗎 瑞娜弩手真的太難產了 這40隻瑞娜弩手防守效果實在太好了 好 繼續把兵往外派 右邊這邊有一些飛刀努力的手 冰銀投資金想要偷拆 領地內城堡 但是依舊沒有辦法成功 義大利人的洛馬 三攻三防有大洛馬 非常好用 三攻還沒有補 要是能補下的話 這邊騷擾打得更好 哇 尼控這邊其實有點慘喔 被抓得有點 生物法治理了 這裡真的沒有出這個飆悍精神 真的很虧啊 我怎麼一直沒有點 好 這一波有一波巨大 馬力這邊大量的劍兵勇士 直接想要硬拆城堡 在後方還有12隻的瑞娜弩手進行反擊 而且有親其兵也在打 這一波看起來又是義大利的人 大獲全勝了 正面來說看起來也是要打輸了 馬力這邊騷擾 正面全部都輸 後方騷擾也被抓了一波 哇 馬力看起來亮亮 那順帶一條 一大利人雖然沒有經濟加成 但後期的經濟補正還不錯 有這個三級農跟三級木 打起來其實後期並不說非常慘 我真的覺得一大利人 真的蠻適合新手 去練習來玩的 可以練到一個正常的經濟配置之外 後期也是並不弱的 而且還可以Counter大部分的遊俠文明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1小時03分 義大利就出自己的熱納弩手 那馬力這邊也轉出了自己的火炮 進行抵抗 那城堡加上熱納弩手 的話 這邊其實會有點難打 這邊火炮一定是用肉麻去解的 那這邊火炮還可以去偷抓後面熱納弩手 其實並不差 而且三台火炮菜的速度很快 那右方這邊熱納弩手 直接想要來奪回這塊石頭 石頭也是直接挖完了 根本沒有奪到 所以馬力的石頭是比較充裕的 義大利人這邊可能會沒有石頭 沒有辦法修理城堡 就像這樣子 那...剛剛前面波爆有錯 因為我剛剛錄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直接爆開 顯卡好像快壞掉了 顯卡突然直撤不到 所以錄影就中斷了 好 這邊火炮反擊一波 那波爆出的地方 是玩的玩家 是幼 並不是妮控 那這把幼打得非常激進 好 這邊撐爆 哇 打這個熱納弩手還是很痛 這波劍油再上去砍 能不能砍到更多單位呢 看起來是有機會喔 如果不要一直硬往後走的話 好 尷尬 前面這幾隻弱馬都沒打到 一直在... 這... 這邊劍油一直在亂晃喔 所以導致前面的弱馬一直砍不死喔 走來走去 熱納弩手順利的... 收掉 這個就是人牆 好 那其他地區 感覺上是越打會對瑪莉越有利喔 因為瑪莉有生成金礦效果 但其實瑪莉也快要斷金了 那黃金其實也不多了 黃金只剩一點點而已了 基本上只有這塊金在挖了 那裡面家裡... 我看一下喔 主金應該是挖完了 剛挖完 喔 果然 黃金基本上都已經用完了 所以如果瑪莉要繼續打下去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黃金不夠的問題 那義大利是已經完全斷金了喔 這裡是他唯一二的礦喔 唯一的礦啦 不是唯二 唯一的也沒了 哼 這裡...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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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個礦喔 是這個地圖上面喔 全部... 僅存的礦區了 那我覺得... 義大利... HAT這邊一直拿不下的話 會有點尷尬喔 而且三弓一直沒有補下 雖然熱耐耐弩手 打步兵來說是好一點的 但...如果數量一少 一直被瑪莉換掉的話 這個數量工兵一不多喔 就很難抵抗對手的步兵爆了 甚至這個... 飆悍精神的騎兵喔 所以現在義大利這邊要做的事情喔 就是... 繼續保留... 僅存的熱耐耐弩手 然後用弱馬 盡可能反擊 是對義大利來說 最好的一個行動抉擇 好...這邊直接... 火砲加靖勇 收掉了這個...城堡 哇...這個城堡一倒之後 霍門院... 直接敞開 正面終於要來做一波強攻了 這裡再補一個TC 這裡打算用TC防守嗎 好...這邊有想要躲一下這塊石頭 當然... 熱耐耐弩手直接回家營救 TC看來也稍被砍爆了 當然...如果這邊... 再回家的話... 會有機會嗎? 好... 終於發現沒有三攻是不是 哈哈... 跟瑪莉打這麼久 突然發現自己沒三攻 那...以後這場打最失敗的地方喔 就是沒有點下他自己的特色... 精灌喔... 飆漢精神 除了之外... 瑪莉... 右這邊喔... 打的還是非常漂亮的喔 這個... 復兵爆喔... 到處騷擾多線 然後最終喔... 把左邊這塊礦區給搶下來喔 這真的是右非常厲害的一點喔 本來看似逆境的地方喔 還可以把它變成有優勢的感覺喔 基本上... 瑪莉是被義大利Counter的文明 但他沒想到喔... 硬生真的... 打成了五五開喔 甚至有點六四開的味道喔 這就是... 頂尖選手 中國第一高手 喔唷喔... 好... 這邊再... 跑下... 射...射...射...射的掉嗎 OK... 哇... 這個...TC... 射箭其實... 打落馬還是可以的 很期待下次改版喔 下次這個瑪莉TC的... 自動射箭的箭矢數量就會變更多 防守一定會更強一點 好... 瑪莉感覺戰上了上風 又應該是可以拿下這局 沒什麼問題 但是... 勒納弩守還是維持在四十一隻喔 佩克也很知道 他最後的殺手劍喔 就是勒納弩守 基本上數量一直維持下來的話 短期之內喔 又還是沒辦法拿下來 這裡要做最後一國決戰了嗎 這裡... 大量工兵直接... 反殺對方的弱馬 這邊火炮會被抓掉喔 有點被卡到位了 回頭再打個一炮 沒打到 OK...火炮會順利收下來 瑪莉納弩守依舊在高地做輸出 但是這裡已經斷經了 義大利人 要再繼續反打的話 村民還是要續起來 但現在村民術很明顯不夠喔 現在自己的伐木跟農民喔 一直被騷擾當中 經濟很難抱得起來 非常的慘痛 後面又有一隊要再進來了 哇 又這一波 超級多線 狂打不停 真的是自習是騷擾 有點有viper那種味道啦 以前的又是不會這麼會打 多線的喔 他現在多線練得很勤 非常漂亮的欸 以前他多線可能就是雙線而已喔 他現在不只雙線喔 他現在是三四線五六線都有可能 viper就是屬於這種類型的選手 那我覺得又已經快要追到viper等級了 那我覺得viper今年要拿冠軍可能沒那麼容易了 在各大賽事裡面 又是所以 不減反針阿 四義帝國這次也很奇怪的遊戲喔 通常電競來說都是越年輕的選手 表現得越好 但是四義帝國來說 年紀越到反而是 一種優勢喔 這個經驗跟 想法喔 在四義帝國來說是非常適用的 手術來說反而是其次的問題 當然手術也是需要 但是比起ロー或是星海這種遊戲 四義帝國真的是不太吃手術的 所以我覺得 四義帝國真的很適合我們這些老人在玩的 養生遊戲 可以種田伐木 蓋自己的小莊園 對不對 還可以出兵跟人家玩給 哇 這一波砍個一波 損失了大概 快要五六隻七隻 哇 這裡 這裡有點慘喔 那奈奴手 數量不到20隻的時候 是很難抵抗這些馬力的 劍兵勇士的 這裡已經是要撤退了 這邊繼續用自己的TZ防守 標悍精神沒有補下 攻擊還是7加2 落馬一定是會打輸對手落馬的 後方這邊繼續騷擾 不用標悍精神也可以把對手打爆 你猜得也沒錯 這個就是又 又要贏了嗎 哇真的贏了 哇 又這邊拿下來勝利 出了452隻的劍兵有事 黑特這邊出了290隻的 大陸吧 來看看經濟喔 經濟方面應該是又全勝吧 果然 又贏的差不多 木頭稍微少一點喔 但這邊肉量也是蠻正常 黃金很明顯喔 這個深層金礦 持續挖 挖了這個30%黃金量 到了後期 竟然多贏了整整喔 黑特這邊1萬黃金喔 所以我覺得黑特這邊已經打得非常漂亮了 他已經用非常少量的勒納爾弩手 去抵抗馬力右的這個步兵爆 打得非常精彩喔 而且右這邊還是4勝物喔 可以狗盜這麼久 相當不容易喔 那我覺得義大利這邊打得最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第一時間城堡時代的時候 把那些騎士喔 去給助手壓力喔 要用這個騎士喔 去保護生女 去撿生物這件事情喔 如果他在城堡時代有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結果可能會大大不同 但是我覺得黑特這邊太擔心這邊 射箭場跟居印的騷擾的關係喔 所以第一時間把騎士放在家裡去做 拆除建築物的動作 然後勝率也在家裡也沒出去喔 那沒出去的原因也是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瑪莉喔 又這邊有升級清奇兵跟跑速 所以他也很擔心勝率出去就被抓 那最後結果導致喔 就是自己的生物拿不下來 然後黃金又被控 然後家裡雖然解掉建築物的內憂喔 但是外面的聖物喔 已經被剪的一個都不剩了 所以我覺得是義大利人喔 這裡打的比較不好的一點喔 還有山宮也沒有馬上補下 山農山木也沒有補 這對義大利人是來說有點小傷的 又最後還補下了三級農 那右這邊唯一打的不好的地方就是 不要看精神沒有打 兩邊都有失誤喔 所以兩邊才會造就 打到一個小時多的比賽喔 相當可惜喔 不然這場比賽我覺得很大機率 是義大利人可以拿下這場比賽的 那也是因為喔 又這邊持續努力不懈的 一直瘋狂多線騷擾 才有最終這個馬力 最後打下這場比賽的結果 不然死之八九 要是我來玩的話 馬力絕對是打輸義大利人喔 連我這個分段我也是這麼覺得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有票 請教我們 可以追考一下